大家好我是老爹 今天同樣讓我們來個Ben 10前傾提要吧 小班的英雄身份曝光以後 全新的反派惡怪客也登場了 他所監禁的五個外星人逃來了地球 小班的團隊必須一個一個把他們送回去 但小班不知道的是 這些可憐的外星人啊 在回到母星之前 就已經被惡怪客給逮到了 惡怪客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 小班能夠成功救回所有可憐的外星人嗎 今天就讓我來為大家揭開 Ben 10終極英雄惡怪客的陰謀吧 那麼影片要開始了 記得先點資訊卡 去看上一集解說 才不會錯過劇情 想看更多老爹的Ben 10系列解說 也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哦 迫降於地球的雙倍人 與加拉巴澤龜 都很急著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但有一個外星人 根本不急著回母星 他是潘舵 對他來說 把身上這笨重的盔甲處理掉 更重要 他在破舊的工廠 召集了許多想發財的人來幫忙 雷射槍 電鋸 大錘子 沒有人 有能力 把鎧甲給破壞掉 除了凱文 有錢賺的生意 我還不來哦 凱文拿出了天金玉 利用自己 吸收物質的能力 輕鬆地打穿了鎧甲 所有人目瞪口呆 等等 天宮會標誌 不停地發出高輻射量的警訊 你裡面到底裝什麼啊 判隊不願意多說 反正你只要幫我弄開盔甲 我就會付你錢了 抱歉啦 我不是這樣做生意的 嘿 不可以 誰把他攔下來 我就給他十萬 凱文被圍攻了 天金玉也被搶走了 這件事情真的不太對 凱文馬上的 把事情回報給了小班和小文 果然 他也是失蹤的外星人之一 不管裡面裝著什麼 絕對不能夠讓他跑出來 那我們應該怎麼幫他比較好啊 還幫咧 我打算回去那裡狠狠地扁他一頓 凱文是知道自己一個人 沒辦法對付潘舵 才會回來討救兵的 小班站在凱文這邊 再把潘舵送回母星之前 確實應該查清楚 他到底是什麼 好啊 查個清楚 然後再扁他一頓 回到工廠 工具箱被動過了 當然 裡面的天金玉也不在了 小文幫忙 追蹤天人的痕跡 哇 潘舵已經帶著一大群人啊 拖了一台專地機 準備把身上的鎧甲給鑽爆了 小班 變身成了神力暴龍 負責對付專地機 小文 則試著跟潘舵溝通 我們可以幫你 你的朋友們 都已經回到家鄉了 想幫我 那就幫我處理掉盔甲 飢餓的潘舵 根本無法溝通 凱文和小文兩人聯手 都無法打傷他 好 不玩了 好戲要上場了 小班變身成了終極神力暴龍 威力太大 一個不小心 把地道給全毀了 潘舵也趁機 開著專地機 跑走了 讓潘舵出來太危險了 但 也不能夠讓他 困在盔甲裡面餓肚子 拜託 他會被關在盔甲裡 一定有原因的 小文 和凱文 意見分歧了 天金玉被搶走 凱文多少有點責任 他決定 獨自去處理這件事情 潘舵 開著專地機 到空曠的地方 將天金玉 裝上專地機 開撞 結果竟然 專地機整台毀掉了 所以 我們需要一台新的專地機了嗎 不 我們不需要新的鑽頭 潘舵想通了 他需要的根本不是工具 而是人 他需要歐斯莫西人 潘舵派人 開專地機 挾扯了凱文的車 呃 好 我們就不要在意 為什麼一台專地機 可以追上凱文的車了 快給我出來 哇 他們竟然拿電鋸 鋸了凱文的車 噢 行我不夠煩哦 凱文的車 被砸了 他被抓到了空曠的地方 你應該有始有終啊 歐斯莫西人 你當我笨蛋啊 我怎麼可能幫你啊 現在是不可能啦 但憤怒的凱文啊 就不一定了 你太笨了 才會被我們抓到 對啊 笨到連我們都打不贏 你女朋友還比你強呢 哇 全部的人 聯合噴凱文 凱文怎麼可能扛得住啊 好啊 你們完蛋了 他吸收了天津玉 變成了武器 想把全部的人都 哇 瞬間 潘舵站得出來 你真的是笨到把我放出來了 盔甲被毀了 潘舵 這超高輻射外星人 真的被放出來了 凱文非常後悔 但煩惱也沒有用了 沒事啦 我沒在怕的 小班準備變身 來跟潘舵對幹 不過 呃 Atometrix 又進入了掃描模式了 看見這個怪物被放出來 小文 依舊想溝通 你的自然生命形態 對我們地球人是有害的 我們應該把你送回原來的地方 原來的地方 拜託 地球根本是Buffet餐廳耶 潘舵直接攻擊了小文 還好 小班的Atometrix 終於掃描完成了 他馬上變身成紅人 使用雷射光攻擊 但潘舵連雷射光都可以吸收 他準備去核能發電廠 寶餐一頓 既然我的外星英雄沒有用 不如試試看新朋友吧 小班 變身成了雙倍人 想跟潘舵講道理 嘿 這裡太無聊了 你應該回去的 不 你休想管我 呃 小班錯了 他沒想到 潘舵根本沒有朋友 雙倍人的水柱攻擊 也拿潘舵沒辦法 眼看 潘舵就要吸光核能了 小班 接著變身成了寒冰幽靈 暫時牽制住潘舵 再讓凱文 拿出了鎧甲套住他 很好 現在只要把潘舵裝進去就好了 小班再次變身了 這次是轟天雷 不 說不定 終極轟天雷會更好用啊 哇 小班變身成了終極轟天雷 雖然外表真的沒有差很多啦 但實力還是一樣驚人啊 他把潘舵 鎧甲 還有凱文 全部一起包起來 讓凱文可以在轟天雷體內 安全的吸收鎧甲 困住潘舵 完成啦 總算把這傢伙 塞回盔甲裡了 水電弓 也把潘舵 帶回了母星 現在惡怪客 要抓的俘虜 只剩下兩個了 媽 惡怪客 發現水電弓的小艇 他當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 他再次攻擊了水電弓 成名之後的小班 除了外星英雄任務以外 也是一刻沒得嫌弄 他讓自己的外星英雄 和雪泥大王聯名 推出了全新的Bentem口味 回答記者的問題 幫粉絲簽名 挺小班 最近很多人說你毀壞世龍 你怎麼看呢 不可能啊 我不會毀壞世龍的 呃... 對吧 小班話才剛說完啊 一大群永恆武士出現了 把整個雪泥大王給弄垮了 齁 煩欸 這不是我弄的喔 小班變身成了蜘蛛魔侯 準備大戰永恆武士 但 等等 他們來搶的是雪泥雞 為什麼紀念碑只有9種 他們還很氣Bentem零名款 只有9種紀念碑 搬走了雪泥雞 永恆武士 就用瞬間移動離開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跟著最強獻人 奇米的搜尋 永恆武士 還搶了披薩店 捲餅店 真的很怪喔 奇米 聯絡了自己的永恆武士網友 問題還沒得到解答 自訊到一半 他們家的城堡就被毀了 難道是有人想要毀滅永恆武士嗎 繼續查下去也無济於事 乾脆升入敵營吧 小班開著車 載著凱文還有小文 直接攻擊了永恆武士城堡 這時 罪魁禍首終於現身了 是阿吉 他變成了 永恆武士的國王 你在搞什麼啊 嘿 你怎麼說我在搞鬼呢 我湊好錢要還你了欸 哈囉 美良兒 凱文 這是陷阱 對吧 你明明知道我最愛錢了 被小文罵完以後 凱文馬上硬了起來 抓住了阿吉逼問 我勸你別凶我喔 哇 烈鋼人出現了 原來是烈鋼人在搞鬼 頭腦簡單的他 和阿吉變成了朋友 阿吉利用他的地震能力 威脅永恆武士 佔領了整座城堡 強迫他們當奴隸 偷一大堆食物給他吃 不聽命運的話 城堡就會被粉碎 小班 讓Atometrix 登陸了烈鋼人的DNA 聽到事實的凱文啊 超級不爽 就是有人會笨到相信你 才會每次都被你騙 你現在在說烈鋼人 還是說你自己啊 有烈鋼人招 阿吉根本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被惹怒的可不止凱文呢 你們真的以為 阿吉搞這出 永恆武士都不會有作為喔 告誡的永恆武士 戴格納爵士登場了 誰都不准 玷污我們神聖的永恆武士 爵士一聲令下 所有原本聽命於阿吉的武士 全都反水了 狡詐的阿吉 開始演戲 跪了下來 喔 爵士 還好你來了 我得救了 當傀儡阿 阿吉邊演 邊射出尖刺 致暈了所有人 可惜啊 戴格納爵士沒那麼好騙 永恆武士 把所有人關進大牢 除了烈鋼人 永恆武士 專門對付怪物 他們想利用外星武器 把烈鋼人給殺了 等等 這可不行啊 我們的任務 是保護外星人啊 小斑變身成了異形怪 幫助大家逃遇 在烈鋼人被射殺之前 變成了沼澤火 闖入了酷刑事 凱文 幫忙烈鋼人逃脫 小文和小斑 則負責對付永恆武士 眼看 情況越來越不利了 戴格納爵士 拿出了身坡槍 朝著烈鋼人發射 嘿 絕對不能夠嚇到烈鋼人 小文即時阻斷 戴格納爵士的攻擊 糟糕 身坡槍被摔壞了 永恆武士會這樣放手嗎 當然不會 戴格納爵士 見笑轉生器 直接拆了身坡槍 把他變成了炸彈 想犧牲掉城堡 來殺死烈鋼人 永恆武士 全都用瞬間轉移器跑掉了 我來吧 我用藤蔓把炸彈包住 這樣大家就沒事了 不行 這把身坡槍的自我毀滅 會炸毀方圓五英里的所有東西 我知道了 烈鋼人 阿吉超沒品 他用烈鋼人 爆緊炸彈 綜合掉爆炸威力 可以 阿吉照顧過烈鋼人 我要報答新朋友 烈鋼人衝了 沒想到 他真的為了阿吉這個機車人 犧牲掉自己的性命 綜合掉的爆炸威力 不 承包毀了 我失去的一切 我的錢都在裡面耶 烈鋼人都已經死了 阿吉還只想著錢 凱文是在受不了了 衝上去揍爆的阿吉 他是那麼的信任你 你竟然利用他 隨便啦 我又不在乎 烈鋼人的事情 讓凱文超級難過 他真的是個英雄 所有人都以為他犧牲掉了 除了二怪客 他跟著追蹤雷達 發現了存在地底的烈鋼人 還有一口氣 既然還有一口氣 怎麼可以浪費掉呢 二怪客無情的 將受傷的烈鋼人 帶回到了太空船 很好 現在剩下一個了 在烈鋼人之後 已經過了好幾個星期了 最後一個外星俘虜 都還沒有找到 小班難以入眠 正當小班 終於要守睡時 哈哈外星人來囉 雷鋼出現了 小班的轟人兩個字 還沒有完全念完 就被撞出的家門 轟人 想要雷射光攻擊 但雷鋼跟潘舵一樣 能夠吸收能量阿 喔 電能嗎 沒問題 小班把雷鋼 撞進了游泳池 在他爆炸之前跳出來 碰 一陣導電 雷鋼的放電能力 把自己給電暈了 連絡了凱文和小文 小班 把雷鋼 帶到了洛索拉達 你是最後一個外星人來對吧 我是田小班 下次 可以在自我介紹以後 再開扁嗎 我當然知道你是誰 因為都是你害的 蛤 我害的 沒錯 雙倍人 潘舵 裂岡人 還有加拉巴澤龜 全都被惡怪客抓回去了 不可能呢 我們明明派出水定宮幫忙了 對 那些水定宮 也都死了 都是你害的 惡怪客 就是上一次 加拉巴澤龜說的那個人吧 他也能夠吸收能量 李凱文 你是不是在想 惡怪客跟你一樣 是歐斯摩西人呢 靠 為什麼你知道啊 原來雷鱗是安培人 他們可以操控宇宙一切的電磁能量 人類的思想 他們當然也可以輕鬆感應 李凱文 你不要再想色色的東西了 惡怪客 就是歐斯摩西人 沒錯 他 想吸收我們所有人的超能力 成為宇宙最強大的存在 那不如我們合作吧 就可以阻止惡怪客了 好啊 雷鱗假裝答應 你獲得自由 馬上攻擊所有人 我感應到了 你們有危險 就會出賣我 不 我們不會的 好 暫時相信你們 一陣激烈攻擊之後 雷鱗同樣影響了Atomitrix 讓Atomitrix 偵測到了未登陸的DNA樣本 看到沒填小斑 惡怪客就是利用你這個裝置 發現我們位置的 這次 我會在他找到我之前 毀掉他的 雷鱗出手想攻擊Atomitrix 正反而讓DNA掃描系統 引發了爆炸 雷鱗消失了 喔 慘暴了 這下子 不會更慘了吧 突然間 天花板瞬間被打碎 惡怪客 果然感應到了Atomitrix 追過來了 當然有可能更慘 在小斑的Atomitrix 故障排除之前 只能有凱文和小文 來抵擋二怪客了 我也是歐斯摩西人 我們都一樣 我可以打倒你的 不不一樣 你是個小菜鳥 二怪客說的沒錯 他甚至沒有用吸收能力 光是用魔杖 就把小文和凱文 打爬在地上了 好了 終於Atomitrix 復原了 但是 哭啊 怎麼只能夠變成了安培人啊 好吧 那就試試看吧 小斑變身成了安培人 通靈天人 太棒了 你直接變身成安培人 那我就抓你回去就好了 還不了解 如何使用通靈天人的小斑 根本打不贏二怪客 為了活命 小文只能夠破例的 使用全身上下的天人 使出瞬間轉移軸 把所有人轉移到的車庫 英雄變身 糟糕 是怎樣啊 小斑 想變回來 卻怎麼變都變不回來 原來雷靈 被困在了小斑的Atomitrix內了 他把功能全部鎖起來 不讓小斑有機會 發送Atomitrix的訊號 沒關係 我有這個 凱文 修好了之前那台 Atomitrix的駭露裝置 這次他想利用這台機器 來重啟Atomitrix 恢復它的功能 嘿 上次 我把你變成怪物了 記得嗎 你是很久沒有照鏡子了對不對 這真的很危險喔 但現在已經沒辦法了 害怕的雷靈 就可以完全 獲得小斑身體的主控權了 不趕緊把雷靈弄出來 就會永遠失去小斑了 凱文拼了 上次 他按了紅色的按鈕出事 這次 他選擇按下藍色的按鈕 太好了 終於成功了 雷靈被放出來了 Atomitrix 也恢復了正常物作 傻子 你要把我們送進監獄了 趕硬刀的惡怪客 準備追過來了 雷靈 馬上從插座逃跑 真有團隊精神喔 惡怪客完全不講理 攻擊了凱文和小文 把安培人交出來 抱歉 他已經閃了 小斑 變身成了蟹甲之多星 想用高智慧來對付惡怪客 但欸 不是欸 怎麼又是雷電攻擊啊 沒辦法 惡怪客為了抓潘舵 和雷靈 他的武器啊 有專門對付能夠操控電磁波的生物 碰巧的 蟹甲之多星 也是這種生物 惡怪客無情的 利用法杖 完全壓制住小斑 在外面看的雷靈啊 越想越過意不去 拼命想幫你的人 在裡面快掛掉了 但你卻無所謂 你自想著逃跑 你這個膽小鬼 聽到凱文這樣講 雷靈終於想通了 他衝進了車庫 從插座中出現 暫時電飛的惡怪客 救了小斑一命 我想 我永遠都無法逃離惡怪客的追捕 所以 我不能夠讓你們白白為我犧牲 你們快走吧 很好 他強大的電磁破壞力 引發了爆炸 成功抓走了雷靈 小斑小文還有凱文 只能夠眼睜睜的 看著被炸毀的車庫 又一次 他們沒能夠成功保護外星人 被惡怪客給劫走了 惡怪客 抓起了五個外星人了 遊戲結束了 看見那麼多人 為他而犧牲 小斑總算認真起來了 不 還沒結束呢 而這 也不是遊戲 我一定會阻止他的 當然啦各位 你們真的以為 惡怪客 攻擊水電弓都不會有事喔 正當惡怪客 召喚出了飛船 準備把雷靈送回監獄時 天公會包圍了他 你以為你能夠逃掉嗎 呃事實上 沒錯 飛船發動了攻擊 我還真沒想到天公會那麼弱啊 光是飛船上的雷射炮 就把天公會打得冰白如山倒 我不會再讓你逃跑了 在惡怪客準備起飛時 天公會的保安關 攻擊了飛船 讓惡怪客 只能夠暫時的 在大氣層中盤旋 無法脫離地球 爺爺 帶著小斑的團隊趕到了 根據小文的天能 惡怪客確實來過 不只他呢 雙倍人加了八折龜雷靈 甚至還有 剩下最後一口氣的裂岡人 看到現場的慘況 凱文開始分析 天公會的成員 原本處於隱形狀態 但惡怪客的飛船 從天空掃射了你們 是超光速粒子炮 最後惡怪客帶著雷靈 用瞬間轉移裝置 回到了飛船上 對吧 看到凱文 拿出100%的認真模式 所有人都傻住了 你怎麼那麼會推理啊 幹嘛啦 乘上天公會飛船 還好惡怪客還沒有跑遠 只差了幾個小時的航程而已 小文非常擔心凱文 他從未在任務中 如此認真過 這個原因很簡單 惡怪客也是歐斯摩西人 凱文認為自己有義務 有責任要阻止他 不 我們要對小班負責 是小班 答應要救出那些外星夥伴的 你不用告訴我水天公的意義 這本來是我爸的徽章 現在是我的了 我知道該怎麼做 看到凱文 堅定的眼神 小文才知道自己是白擔心了 好吧 你想盯著我也不是壞事啦 畢竟 我確實有那麼一點不值得信任嘛 飛船接近了惡怪客 所有人下船追 惡怪客當然也知道 有人跟來了 派出了一大堆機械柔柔來拖延時間 小文 凱文 還有馬克爺爺聯合對付 想拖時間 想都別想了 小班生氣的 變成了北極星 一瞬間 打爆了所有機器人 直接飛到惡怪客的飛船 等等不太對勁 不可能那麼順利的 糟了是陷阱 惡怪客就是在等著 所有人上飛船 然後一次炸掉 衝動的小班人沒了 呼 不過還好 北極星的磁石啊 可以自我修復 抱歉 我還真沒想到是陷阱 既然惡怪客不在這裡了 那他會在哪裡呢 他早就放棄奔飛船了 要在這裡修好他再上路 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 別忘了 地球可是有瞬間轉移裝置的啊 惡怪客 帶著眾多俘虜 直接前往了洛索拉達 糟糕 惡怪客跑了 天人完全追蹤不到 還好 爺爺來刷臉了 美軍的洛商上校 駕駛著飛船 要他們靠邊停 爺爺跟上校開心的握手 天啊 你人面真廣喔 50年代 美國政府 知道洛索拉達有一台 三小時前 有人觸動了洛索拉達的保全系統 哇 是惡怪客 現在終於知道 惡怪客跑去哪裡了 當然啦 這個任務 比想像中更危險 因為矛盾博士出現了 哭啊 你怎麼進來的 沒事 洛商上校 他本來就是個怪人 矛盾博士告訴大家 惡怪客 準備啟動轉移裝置 他真正的目的非常兇殘 那我們應該炸掉他啊 不行 如果在轉移裝置 啟動時炸掉他 現實世界 會有大災難的 這起時間 影響的範圍太大了 矛盾博士 沒辦法一個人對付 他只能夠拜託小班的團隊 一定要在惡怪客 啟動裝置之前 解決他 觸發任務 矛盾博士提醒了凱文 你千萬不要忘記 誰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啊 你在哈拉什麼啊 嘿 如果他有建議 我也應該有個來自未來的建議啊 好 不要靠在 邊緣隨機選取帳壁上 呃 不要靠在 什麼東西 好啦 沒我的事啦 大家加油啊 所有人來到了 洛索拉達 小班 要美軍 千萬不要插手 這樣他才能夠全力猛攻 終極沼澤火登場 所有人攻擊了洛索拉達 把機器人摟摟 全部打扁了 在監視器 看著畫面的惡怪客 知道自己時間不夠了 帶上了控制裝置 派出了所有外星俘虜 讓他們 在外面完全牽制住小班 直到他 完成他的裝置 潘多的雷射光 裂岗人的地震 加拉巴澤龜的風暴 天啊 這些衛星人一起上 根本打不贏啊 馬克爺爺 提醒了孩子們 不要急著求勝 先破壞控制他們的頭盔 所有人合力 一個接著一個 幫助了外星夥伴們 解除了控制 好解決了 殺進去吧 小班 帶著團隊 衝進了實驗室 我本來要用這台機器 瞬間傳送回歐斯摩西的 但來不及了 是你們逼我要隨機應變的 嘿 你這樣子 會讓裝置爆炸的 爆炸也沒我的事 因為我會在爆炸之前 吸光所有人的能量 惡怪客動手了 準備利用瞬間轉移裝置 發出的能量 來吸光外星人 不要這樣做 凱文在最後一刻 跳得出來 想阻止惡怪客 我知道得到能量的後果 你不會是想告訴我 歐斯摩西人 吸收能量 會變得喪心病狂吧 對 住手 否則就太遲了 謊言 那只是為了禁止我們吸收能量 那不是謊言 原來 這一切 凱文都經歷過 他在過去 變成了實不像 會如此殘暴 無法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 身為歐斯摩西人的他 吸取了過多能量 變得喪心病狂了 你會沒辦法控制自己的 閉嘴 惡怪客攻擊了凱文 他才不管那麼多呢 人都抓來了 當然要吃光啊 雙手握住了裝置 瞬間轉移裝置產生了爆炸 小班 變身成了神力暴龍 一拳打爆裝置 總算成功阻止 瞬間轉移裝置毀滅現實了 等等 不對 你們看 外星人不見了 因為我的計畫成功了 惡怪客出現了 他成功吸收了所有外星人的力量 變成了 終極惡怪客 你 殺了他們 小班太後悔了 他竟然沒能夠拯救外星朋友們 他就差了那麼一點了 他抓狂的 暴打了惡怪客 整個洛索拉達 都因為神力暴龍的攻擊完全毀掉了 哇靠 我還沒看過神力暴龍那麼強喔 就在小班 即將下殺手時 小雯阻止了他 對不起我失控了 因為他太超過了 哈哈哈哈 你真的以為你能弄痛我喔 我根本不痛不癢 有雙倍的那盔甲保護 惡怪客現在 根本是無敵的生物 輪到惡怪客攻擊了 他先用雷電 電擊了小班 再用立剛來的地戰飛全攻擊 挺小班 你是傷不了我的 他不行 還有我啊 小雯 想用天人困住惡怪客 但怎麼會呢 天人失效了 你知道天人 對加拉巴折龜無效嗎 一發攀墜的雷射砲 小雯被打暈了 馬克爺爺和凱文 想報仇 也瞬間被秒殺 糟糕 惡怪客的五種外星的力量 都是精挑細選好的 他真的太強了 惡怪客 再次利用烈剛男的地戰飛全 把小班給打暈了 輕型的小班 看見了阿茲米斯 惡怪客走了 而你的Atometrix 出之爛造的可悲啊 竟然還有進化模式 真的是一台麻煩製造機 如同矛盾博士一樣 除非情況緊急 不然阿茲米斯是不可能出現的 你說對了 我發現的這件事情 比我想像的更嚴重 或許我應該把新的Atometrix交給你了 天啊 快給我快給我 不行 你還沒準備好 你再繼續讓稿 你永遠做不到 永遠做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聽到阿茲米斯這樣講 小班超級不爽 不是欸 你沒有要幫忙你來幹嘛啦 就是來嘲笑我的嗎 我現在要住吃惡怪客了 如果你不是來幫忙的 那就有空再聯絡吧 小班 你還是聽一下吧 馬克爺爺認為 雖然阿茲米斯 廢話真的很多 但他 可能還是有重要情報 聽小班 你的莽撞 是你眾多缺點中最突出的 喔 還來喔 小班決定不管阿茲米斯了 開始跟夥伴們 討論惡怪客 最有機會去哪 他現在沒有飛船了 應該 會去跟永恆五十街 或是去天宮會基地 聽我說 他不需要飛船 他有全新超能力了 他可以在宇宙中飛行了 我知道他要去哪 你們必須聽我說 否則 整個宇宙就會被滅亡了 現在只能夠聽阿茲米斯的了 阿茲米斯 把所有人傳送到了蓋維新二號 他投影出了 全宇宙中最重要的寶物 無垠窮仓圖 屁啦 這不是傳說嗎 不 他真的存在 無垠窮仓圖是全宇宙中 最完整的星際地圖 範圍 擴及17個象限 有了他 想去哪都可以 他太重要了 所以矛盾博士為了保護他 把他切成了四等份 分別把他們 藏在四個地方 二怪客 之所以會挑出 那五種外型英雄能力 就是為了前往 這四個不同的地方 好獲得無垠窮仓圖 可是 他花了那麼大的努力 只是為了 找到一張地圖 不 重點是他要利用這張地圖做什麼 二怪客 想去宇宙創死大地 他想去吸收那裡的能量 成為宇宙最強大的存在 到時候 就沒人可以阻止他了 爺爺 臉色蒼白 發抖的說著話 這並不是因為爺爺感到害怕 而是他在逞強 被二怪客攻擊之後 爺爺的人類躯體 損傷太過嚴重了 神經系統壞光光 他必須在蓋文心的治療箱 接受治療 修復神經系統 孩子們當然同意讓爺爺休息 放心 這件事情交給我們吧 奇怪 啊矛盾博士勒 這種時候 他不是應該跳出來廢話嗎 他已經在幫忙了 為了不讓二怪客 入侵宇宙創死大地 他在那裡 建立了偏年隨機障壁 就這樣 乘上老破車飛船 任務開始了 現在 小班的團隊有適時機會 一定要成功搶到其中一個 無影窮仓途碎片 阻止二怪客 小班 能夠成功阻止 二怪客 前往宇宙創死大地嗎 到底該由誰 來對付那麼強大的敵人呢 哇 真的沒想到 原來二怪客 所有吸收的外星人 都是計劃好的 他是有備而來 想要獲得最強大的宇宙力量的 看到他 如此熟練的 使用了全身上下的超能力 有強大的防禦 和攻擊 能飛 能控制天氣 還可以變人 真的是太難對付了 二怪客可以說是小班 目前以來 遇過最強大的敵人了 當然啦 這也是終極系列 最精彩的一段劇情 你們絕對想不到 最後二怪客 是由誰來打倒的 各位 就盡待 我接下來的解說囉 那麼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或來我的粉絲專頁按讚 想贊助本頻道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我給我一個超級感興趣喔 那麼 我們就下集見了 掰掰 請記得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